各位 百業都是因為這個疫情 還有這個特區政府的特需政策是蕭條的 沒有什麼公開 但是告訴你這個世界賺成不是難的 有一行就叫做五毛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五毛是什麼呢 五毛就是潮語來的 如果在這個以前的世代 就是說剛剛四人幫倒台 有一行叫做母子工廠 就是做母子工廠 這個就是鄧小平那時候 你的母子工廠不斷套下來就沒得搞的 任你套 做好那些帽子 一頂頂 他也說過 我好像那些新疆女孩子 十八條鞭 任你那條鞭也可以的 當然了 後來鄧小平也這樣對人 現在香港又有個母子工廠 就復工復產了 響應這個 習近平的號召 復工復產 我這間店可以的 是不是 你要什麼母子 你要三權分立母 你要司法界有鬼母 我弄給你 是吧 很簡單的 大家都知道了 這個林鄭月娥出來 在這裡說了很久 就是說其實我支持楊局長 香港一向都沒有這個三權分立 當然在這裡吵 現在都在吵 是吧 這個問題就是 因為很多人就說 就是在這個司法界或者 推而講之 就是說在這個做律師那幫人 就是說法律界那裡 一直都認為有這個三權分立的 他說設計了在這個基本法裡面 所以是有的 是不是 所以這幫人呢 就很討人真 所以就要教訓他了 那林鄭月娥就出來講話 那鄭若驊就還沒講的 是不是 楊潤雄呢 她是讀這個會計 她當然不會講太多了 所以就要找別人講 攻擊司法界最好做什麼呢 就是說其實 這個司法獨立本身 一個所謂分權制衡 是 阻礙 是多餘的 那你就抹黑 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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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要假手於人 就是一個武子工廠 第一個 出來的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大家看看 這個獨家料 是別人的獨家料 不是我的獨家料 是不是 大家看到 福禄兩聲出來了 就是 郭佩帆和周浩鼎 那他做什麼呢 他就在YouTube那裡 就是做這個 大五毛 什麼叫大五毛呢 就是亂講 就是抹黑 那 怎麼會黑呢 首先 在這個 昨天這個節目 就是說 有獨家證實 說這個 有法官 是公開 在一個公開場合 叫一些人 放了一些 涉及送中 鬥質抗爭的人 這個是昨天說的 他們說 有獨家料 但是實際上 在開波的時候 郭佩帆 就是其中一位 這位婆娘 就已經寫信了 這個寫信 就是寫給馬道立 是8月18日 就是 今年的8月18日 就是 八一八大遊行 我被人抓 我去這個和平遊行 和大家一起 過百萬人遊行 那天的一周年 他寫了一封信給馬道立 就針對一位的 裁判官叫做 何俊耀 就不斷列出來 在這裡 列出來 一直列 列到尾 就說 何俊耀的法官 判案那時候 是偏頗 是吧 那 就 他說什麼呢 上述 上述案件 所有被告均被判罪名 不成立或輕判 而全部在法庭作公的警員 卻被評擊為不可靠 或不誠實的證人 他就跟著說 很多市民及法律界人士 我不知道哪位 君認為何官的處理手法 偏頗及極不尋常 令人質疑他是否仍然適合處理 大家都不要誤會 他是何俊耀的兄弟 絕對不是 所以 他正式的投訴 還好些 因為最少你都有些根據 你不是生安八祖 你說了一件事出來 大家就炒回資料 或者是 何俊耀法官審案的時候 說過的事情 大家可以追得回 這個都是叫做明刀來的 插你 但是暗戰就難防 郭佩帆議員 做完這件事之後 未救後 因為林鄭開了聲 攻擊了 攻擊了 攻擊一些司法界 就是亂來 就是網上 是要用這個所謂三權分立 搞政治 或者是 削弱中央的管治權 是不是 好了 就出了這個 這個是什麼呢 就是據說 他有個節目 這個節目 是不是 好了 據說他就 說收到一個藍絲法官的匿名信 不知道那個法官是誰 他就說明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呢 都要告訴大家 他就說呢 有一位高院法官叫做黃崇厚 在他的上司 誰的上司 就是中審法院的首席法官馬道立見證之下 當年是告誡全港的裁判官 他就引述 他就說 他就說 黃官就說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將其脫罪 就是說如果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那就要放去 這個合理的 因為所有這個 我們的定罪標點 標準 就是 這個 被告人 享有這個 疑點利益歸於被告 你不是百分之一百 證明他有罪 你就要放去 很正常 那他又說 黃崇厚法官就說 藍絲法官被起底 是否自作自受 警察被人起底 都是抵死 不抵可憐 是不是 跟著呢 他們就說 就說 這個 以訛傳訛 其實有人說了 有這樣的 藍絲法官 這個藍絲法官是誰 他就 這個 這兩位就 不敢說是誰 只是說 是啊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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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寫信 還有一個 他就說 黃崇厚法官是在一個 講座那裡講的 他就說 其實真的有那個講座的 那個講座是什麼呢 他就說 獨家證實有會議 這個 法官是否涉嫌集體 妨礙司法公正 亂批保釋 鼓勵走路 他用這個做標題 那這個會議是什麼呢 那他就言之作作說 已經證實了這個會議 好了 既然間 說到這麼 這麼清楚 沒有辦法 那這個 司法機構呢 沒有辦法 你做完這個節目 他就說 他說 他說 其實 這個 又是這樣講座 這個講座 這個講座 是 在這個 8月3號 為那些裁判官舉辦的講座 主題是 司法公正及公眾信三 跟郭佩帆講的那個匿名信講的 法律公義主題不同 也都說 演講的內容 不是好像 那個藍絲法官 那個所謂匿名藍絲法官講的 那這個 終審法庭 的 首席法官 也都沒有好像信中這樣講 在講座後 跟任何裁判官開會 就是說全部都是假的 這個 謊實際上是太大 是 我不講其他 他匿名 他現在 這個 有 這個法官 藍絲的法官 是說 黃崇厚 在講這樣的事情 就是說 放人 這樣 喂 黃崇厚 是高等法院的法官 他有審過案 就是審他們講的 這個暴動案 當然他審的暴動案 就不是 在這個 反送中運動的暴動案 他審的就是那個 魚蛋 我們要叫魚蛋革命 那個 在這個 梁天琦 被判坐牢 那個案件裡面 他是審過的 他怎麼審呢 第一 黃崇厚法官審案的時候 他不能夠直接去判 某個人有罪 某個人沒有罪 為什麼呢 因為是用這個 陪審團制度的 黃崇厚法官 只是 在 陪審團做判決之前 或者陪審團 這個 在那裡聽的時候 他只可以 用這個法官的資格 提醒他們 哪些證據 是怎樣 哪些 這個法律觀點是怎樣 是這樣的 是公開的 任何人都可以反駁 譬如 主控官覺得 你錯了 可以 可以 挑戰法官 當時 你說 黃崇厚法官 的行為 是不是好像 郭佩帆和周浩鼎 這樣說呢 看來就不是 因為 黃崇厚法官 審的案 那個暴動罪的案 全部人都是有罪 是不是 只不過其中有 他審的 梁天琦和 另外一位 他的同案 因為在第一次審 彭保琴法官審的時候 那個 陪審團不能夠大比數 這個通過定罪 但是也不是大比數到可以放了他 重審 就掉下去 黃崇厚法官那裡 黃崇厚法官就接手了 但是你講來講去 黃崇厚法官怎麼能夠偏頗呢 是用陪審團制度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攻擊黃崇厚 都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 如果你說 二點利益歸辯方 這個根本就是普通法的精神 是不是 根本都不用講 我相信也都 黃崇厚法官都不需要在 他們所講的 那個 談話裡面講 因為公開講座 講座 這些根本是常識 你和我認識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一件事就是說 現在要開始攻擊了 要開始給壓力了 因為很簡單 其實 馬道立都在 在今年的一月都講過 就是這個司法部 怎麼樣要盡快審理 那些反送中的案件 其實他們 他們都有壓力的 因為積了很多案 所以其實 當這個 共產黨不是很滿意 這個香港的法律界 或者司法制度 不能夠完全聽它講 所謂在這個 三權合一 分工 互相配合的情況之下 不行的 就攻擊你 是不是 如果不攻擊整個制度 就選一個來攻擊 是不是 這個永遠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造成了裂縫 一刀剖下去 病毒就能進去 所以其實你看到 郭佩帆和周浩鼎 其實真的是 赤膊上陣 他自己本身是立法會議員 是不是 都不顧身份的 亂這麼說 是吧 就是 任你講過 其實老實講 如果你說真的要追究 到底 是否真的收到這樣的 一封所謂藍絲法官的匿名信 不知道是否要查 所以其實 不用說了 大家會看到 武資工廠 武資工廠開始 最下三藍的 由幾個 由兩個政棍 用他的所謂議員的名義 亂來 不斷罵 是吧 你的司法部 司法部本身 初頭都不會亂出聲 現在都頂不住 所以其實大家要明白到 我們今天講的所謂 是不是三權分立 其實他最後講的 含意是什麼呢 我昨晚都好像說過 其實他都不是在說 是不是有三權分立 還是沒有三權分立 他在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香港人所享有的權利 不管是三權分立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制度也好 是 共產黨恩賜的 他們是擁有這個 所有的權力 喜歡多少你就是多少你 是吧 其實在2014年的 那個所謂白皮書裡面 他說你不要傻 沒有了所謂的剩餘權力的 不是說你已經有一些權 是給了你 放在那裡 包括普選在內 當然是 已經簽了約 你可以拿些東西走 不是 我當時 不斷以施捨給你 我隨時都可以拿回 那這個 這個說法 就已經說出面了 那 二大陸 在Youtube那裡罵人 就是 這個 黑的一面 有白的一面 誰有白的一面 有一位叫做列顯倫 以前的這個大法官 他曾經是做過 終審庭的常任法官 也都在2000年 又成為這個 終審庭的非常任法官 當然他 在法律界那個位置 是 曾經是很顯赤 是不是 因為他一早就已經是 做了這個 在港英時代的所謂 這個 所謂的 御用大律師 就是現在的資深大狀 這位就是 當然 大家未必認得他的 是不是 大家看看就是這位人士 那他呢 其實有些 是 是 他試過大難不死的 是吧 在1972年的時候 他住那裡 他住在憶和道 嵌山泥 那時候六一八大雨災 曾經是被活埋 即是被那些雅力 泥土 是 蓋住 後來呢 因為 消防員聽到那些歌聲 不知道是他自己唱 還是有三機的歌聲 就找他出來 所以當時就 就是 崩動一時就說 這個 吉人天相大難不死 他一看下去 是不是吉人天相 和大難不死 大難不死 是不是一定是吉人天相 和是 這個證明他是好人 也未必的 因為他會變的 你看一下 列顯倫呢 又出聲了 是不是 當這個 林鄭月娥 一出了聲之後 他又在這個南華早報 即South China Post 就發表了這個文章 其實那個說法很簡單 他真是開宗明義說 他說 司法機構的運作方面 香港顯然已失去北京的信任 因此新的 港區國安法第四條規定 行政長官 而不是這個 首席法官 負責挑選法官 處理國家安全案件 他這麼說 是不是 也是 他沒有另外說 另外一件事 就是說 這個維護國家安全專員公署裏面做的決定 是不受司法覆核去挑戰的 講到明的 就是說 無論他怎樣做都好 你是不可以在香港做司法覆核去挑戰他的 第一 第一 法官先選了 第二 法官可以審的都選了 那就講那個秘密出來 就是說 你們全部 不好意思 講個不要聽收皮 不關你事 這個 他的講法是什麼 他的講法就是說 其實你香港那幫法官都是傻傻的 你以為三權分立互相制衡 真的是真的 就算是真的 你都不能夠挑戰共產黨的權威 我再講一次 為什麼這樣講 就是因為如果你說 好像林鄭月娥說 你那個司法系統是獨立的 我不干預你的 即使說在香港那些人做這個司法覆核也好 用其他方法去挑戰這個特區政府的決定的時候 這個法院有機會判政府輸的 那有些情況是這樣的 但是有一些案件就永遠都不是的 就是如果那個案件本身 是涉及這個由中共去決定了要這樣做 或者是特區政府 就是林鄭政府 可以做的事情 是一個任務來的 你怎麼可以擋住它呢 你的司法覆核本身是會令到 那個所謂這個中央 就是中共的權威 是淪喪的 這個不是這個特區政府的問題 是嗎 是嗎 其實你說 這個特區政府 初頭說用這個行政主導來去 這個濫私權力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我記得我自己有份打的那件事 就是在2005年 當時曾蔭英權剛剛做完這個 剛剛董建華說自己腳痛 他做了這個特首的時候 他就說 是不是 強政勵志行政主導 好 說出面了 那時候已經 不過大家聽了下去 覺得 不是太硬意 那時候還沒做 你知道他在說什麼嗎 他就說 其實呢 當時那個 這個 涉取通 就是這個 涉取通訊條例 以前是沒有的 是不是 就是未立法 而只是 因為陶謹申議員在1997年 是 爭取了 在當時的立法會通過之後 沒有實行到 凍結了 那我們就說 喂 你不可以長期凍結 那麼 那曾蔭英權說 不用了 我自己行政立法 我自己規定可以了 那人家說 喂 不是啊 基本法講明的 那些法例一定要在立法會通過 他說不用 那終於 我就去思考他 後來他連輸三次 這個 由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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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是 這個 要定立的時候 要考慮到 香港人的私隱 的 政府不可以濫權去聽別人 要有一個獨立的機制 根據這個 這個 這個 拾取通訊條例 監管著那些紀律部門的攝庭 這個就很清楚 是不是 後來搞一下 如果這個思考覆一搞到這個涉及所謂中央權威 這樣就沒得搞了 好像很簡單 我都試過就這個基本上第74條 到底政府可以不讓人提私人議案 關於政府的政策 施政 公帑運用 不讓人提這個修正案是不行的 我就用這個修定案 因為基本法沒有寫修定案 我就輸了 所以其實有輸有贏 這個列顯倫說什麼呢 其實你們濫用司法程序 是不是 認為香港的法官 想多了 因為他說的意思就很簡單 其實你講來講去 你是不能夠代替這個人大常委釋法的 其中一個怪有 因為第158條 都講過很多次的 其實第158條 即基本法第158條已經講了 雖然解釋權是人大常委有的 但是它一次過授權了給香港各級的法院 由裁判法院去到中審法院 是解釋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 只有那些法院發覺他們裁決的時候 是關於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務或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關係的條款進行解釋 而這個條款的解釋會影響到案件的判決 那麼他就要問一問這個人大常委 即是如果他覺得 喂 判了之後 即是不能回頭的 他就先問他 如果他不問都可以的 那麼人大常委後來糾正他就可以的 是不是 所以其實在這個問題上面已經歪曲了 我覺得 已經歪曲了 其實香港的法院自然是根據基本法 是有權做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 這個到底這個特區政府裏面有一些的施政 如果是涉及到違反基本法 固然可以這個去法院那裏用這個施學覆核去 尋求這個法院的製作 拿回那個公證 就算有些東西是涉及共產黨 即是中央政府的政策 如果他是跌了下去中央 跌了下去香港政府的施政的時候 當然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不可以這樣做 是不是 否則怎樣去 令到香港的司法機關真的可以獨立地行事 以及根據基本法去維護香港人的權利呢 而不是維護這個政府的威信呢 或者進一步說就是中共的威信呢 好了 其實講到這裡 就是說 列顯倫說什麼呢 就是其實你們傻了 你們是永遠都不可以因為行使你的司法的獨立的權利 是引起中共的不滿 或者是挑戰中共的權威 他說得很清楚 他說如果你想這個基本法是有效 而又在普通法底下 那就麻煩你了 你就一就 不要經常都在這個法院的裁決那裏 是冒犯這個中共 不能夠因法行使 是因為政治而行使 他說哥 那這個還不是政治判案 是不是 很簡單的 不是很難的 所以在這個列顯倫看起來就是說 你那些法院的法官是很離譜的 舉個例子 就是有關這個緊急法 這個林鄭在去年引用緊急法去訂立這個反蒙嫌法的事情那裏 那因爲 局主才有覆核 因爲緊急法這麼久 是差不多一百年前的殖民地法律 那你又不 那個法律寫得很模糊 那林鄭如果可以一次就隨隨隨隨就說 緊急就去用這個 用這個緊急條例去立法的話 那就是取消了這個立法會的立法的權力 那事後現在已經看到了 是不是 就是這個港版國安法的立法就已經很清楚了 是不是 那這個問題就是在於 他說 喂 你們在這裏這樣去做一個裁決 就是有可能是違憲 違反基本法 你就解釋了基本法 不行的 是不是 這個是會令到這個 他說這個原審法官對一國兩制完全欠缺敏感度 把自己抬高到全國人大的位置 並庫權與自己擊倒一項至關重要的主要立法 難怪全國人大常委會事後發表聲明批評 這個我們顯然就是這樣說 你審案之前 不是根據第158條去想一想你的職責 而是根據政治應不應該去做這個決定 你應不應該依據法例 他還說 你那些法官長篇類讀 講那麼多法理 講那麼多這個 只有外國人式的這個法律的原則有什麼意思啊 你要看著嘛 你要將這件事拿來香港用 那他其實就說笑一句 你來香港用的時候 要令到共產黨那個法工委或者人大這個常委 要覺得這個可以接受 可以覺得解氣 這樣才行嘛 那你都明知道你自己是個普通法的法官 普通法是一個全世界的法系 任何的官司打完之後 如果上得去高等法院都可能 或者尤其是中審法院 都是民憲來的 你引我 我引你 我們今天在香港打官司 有時都會引啦 是吧 我們就不會引大陸的案例 因為他不是普通法嘛 那你叫香港的法官去枉 就是埋沒良心 去這個不顧三權分立的原則 不顧這個司法獨立的原則 去枉判 去曲解法律 去拿一個判決是令到共產黨開心的 那怎麼辦呢 人家做不到啊 不好意思 你是退休的 是吧 所以其實你會看到 列顯倫今天出來說的話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在法律界很有份量的人 他現在就是靠他去訓斥全世界 包括他以前的同事 包括他這個曾經 教導過的學生 就說 大家做世界要聰明 是不是 一定要跟著政治的現實 就是 在這個 所謂 全面管治下 香港的法院必須要去配合 否則會自討苦行 其實他講的那宗案 這個蒙面法 都在12月就會在終審庭審 這個時候說出來 那你叫終審庭的馬道立審什麼呢 就是要押他 因為列顯倫做這個資深大狀 做這個御用大律師的時候 我相信馬道立還是中學生來的 是不是 這個怎麼辦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要明白到 今天那個抗爭是越來越 尖銳也都越來越複雜 所以會用到軟硬刀 黑白臉來做這件事 那列顯倫 這個大難不死 竟然間到了臨腦的時候 就是這樣 我真的很懷疑 就是說 是不是真的吉人天上 大難不死呢 可能不是了 好 我是 長毛 正下大家看的是這個long hair on air 希望大家會分享出去 令更加多人看到 如果大家是看得 覺得想支持這個我繼續做的 希望大家能夠幫我分享出去之外 亦都對這個社民營有些贊助 因為我們最近很難在街邊見到大家 亦都很難和大家寒圈 希望大家能夠力所能及捐助社民營